好 你们看啊 现在我重复一下今天讲的东西啊 要用圆规画东西 我发现很多人还不是很会画 那么现在我重复教你们讲话 你们看清楚啊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从量那个 线的长度来讲 好 假设今天我的题目 我是讲说我要画一条线叫AB 然后这个AB我要它5cm 假设我的AB 我的AB我要它5cm 那么我要怎样画这个5cm出来 你听我讲 首先你准备一把尺 然后你随便画一个长度就可以了 但是一定要超过5cm 随便一个长度啊 但是一定要超过5cm 那接着你在上面点一点 ok 这条线叫AB嘛 你先标A 好 接着那圆规 从零这边开始量起 然后量个5cm 量准准 不可以量 量准准了过后 真插在A这边 这样画一下 这样画一下 要用圆规 不可以用手 也不会用词 圆规 你的圆规你看我怎样握 你看我怎样握 我是握住这边画的 你可以这样握住上面 只要你哪一个方便 你看到吗 你可以握住上面 也可以握住这边 你要画这个你就握住这边或者是这边 ok 这是第一个 然后画好过后这边写B ok 第二个 要你画Pembahagian dual summer serenjang Prependicular bisector ok 好 我是跟着你们的练习书走的 ok 同样的你看 你有两个 随便两个地方 A跟B 假设 ok 你的针同样的是在A跟B 你的圆规要开几大 我讲过了 你看 我们用A跟B的距离来做一个标准 只要你的圆规有开超过一半就可以了 ok 那么假设我插在A这边 ok 好 你看啊 我握的地方啊 我可以握这边 ok 上面画一个 然后下面再画一个 ok 接着 针在同样的距离 你看我没有移我的圆规的 针在插在B这边 再画一次 好了过后 看到有两个交叉点吗 给这两个交叉点 画 啊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题要的东西 把这两个分成一半 然后而且是垂直的 直角 那第三个 第三题我们有两种情况 第三题我们有两种情况 ok 假设你看 我有一个 线叫AB 然后我有一个点叫做R 好 我的R要垂直经过这个线 那么我怎样做 你看啊 同样的我的针刺在R这边 我的针刺在R这边 同样你看我随便开一个大小的 我没有量几cm了 看到吗 ok 你的针刺在R这边 ok 然后交叉在这条线 你看 一 二 两下看到吗 然后你看我画的时候 我没有握住这支笔的 我握住上面 或者是握住这里 看你自己方便 ok接着相同的距离 相同的距离 不要移动到这个圆规 真插在这两个交叉点这边 给画三 再画四 ok 然后交叉点对准这个点 画 ok 你看到吗 你的R会垂直的 经过这条线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是 如果今天你的R点是在AB这条线上 假设另外一个情况 我的R点在这边 在这条线上 那么请问我要怎样画它垂直 我要怎样画它垂直 ok 你的针插在R这边 随便开一个大响 针插在R这边 画两下 一 二 然后同学们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确保你的圆规是紧的 不要松的 因为松的话很容易移开 ok画好这两个过后 你的圆规拉长 就是开大一点 开大一点了过后 在这两个交叉点这边 插下去画一个交叉 画在上面 我们多数是画在上面的 ok看到吗 有一个交叉点了 对准这个R点 它也会是垂直的 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们第三题要学的东西 这是我们第三题要学的东西 ok来 第四题要学的东西你看啊 第四题要学的东西是这样的 你要画一个平行线经过那个T点 ok我把它画在这里 你们看啊 ok假设这是我的 JK 我随便画 假设这是我的JK 然后我的T点在这边 我的T点在这边 好 请问我要怎样画一条平行线呢 首先一开始 你的针插在K这边 我的针插在K这边 我的针插在K这边 然后量过去我的T 圆归1啊 你看看到吗 量过去你的T这边 看到吗 ok 然后 就是这个距离 插在J这边 画一个 这样子 这样子 讲多一次啊 量在T这边 再插在J这边 画一下 ok 接着你的针描仪 你拿去量你的J跟K的距离 量你的J跟K的距离 看到吗 好 然后把针插在T这边 画给它有一个交叉 看到吗 画给它有一个交叉 然后 交叉点 对准你的T点 交叉点对准你的T点 ok 这样画过去 它就会是一条平行线 看到吗 它会是一条平行线 ok 接着下一个部分 要画角度 我们先学basic的角度 60度 120度 跟90度 ok 那么 同样的 我这边我只是 教你基本的 ok 好 等一下这个我说短点 好 要画60度很简单 随便 重新 你的圆规随便开一个大小 ok 好 假设我要画60度在这边啊 我的针插住这个 ok 然后画这样一下 看到吗 然后你有发现到这边有个交叉点吗 有发现到这边有个交叉点吗 有发现到这边有个交叉点吗 同样的圆规的距离 圆规同样的距离 可以 插在这边 啊 然后画一下 ok 这里 交叉点 对准你刚刚真插下去的这边 这样画一下 ok 这边就是60度啊 这边 ok 你要确保对不对 你可以拿那个半原始来量的 ok 然后接着 这里 百二度跟60度的方法一样 它是60度的两倍对吗 所以你就画两下 怎样讲画两下 你看 ok 这边这样转一圈 这次你转大圈一点啊 因为他要画两下 然后在同样的这个交叉点这边插下去 这边画一下 ok 然后你有看到这个交叉点吗 你的针插下去 ok 这边再画多一下 ok 然后这个 对准你刚刚真一开始插的地方 啊 这里就是120度 ok 你可以拿圆轨去量的 最后一个 90度 ok 要画90度 我讲一开始 这边要加长 这边要加长 还记得吗 刚刚我讲的 ok然后一开始你的圆轨 开不要太大个啦 大概这样的大小 针插在这边 你要画90度的地方 ok左右交叉两个地方 然后接着圆轨开大个一点 然后在刚刚你画的这两个交叉点这边 再往上交叉 就是你的这里 跟这里 ok 然后 啊 交叉点对准这个 点看到吗 画下来 这个就是90度 看到吗 这个就是90度 ok 然后最后 还要画多两个角度 就是30度 跟45度 那么你看30度 我讲它是谁的一半 30度是90度的一半 sorry 60度的一半 所以你要先画一个60度先 所以讲画60度 同样的 这样子随便打开一个地方 一个大小啦 然后针插在这边 画一圈 然后针插在这边 看到吗 交叉点这边 画多一圈 ok 这个是60度 ok 然后重新开多一个大小 ok 比如这是我开大一点 你要小一点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 ok 你看啊 我画一下 我在60度这边 这条边啊 画交叉点一下 然后在这边 再画交叉点第二下 然后 在这两个地方 画一个交叉 ok 你看 这里就是30度 ok 这里就是30度 ok 最后一个45度 45度 45度是谁的一半 90度的一半对吗 所以你要先画一个90度 那么你怎样画90度 ok 针插在这边 画一下 两下 然后开大一点对吗 三下 三下 四下 ok 然后在这边对准这个 ok 这个是直角90度 然后 45度是90度的一半 用一半的方法去画 跟刚刚30度是一样的 你重新开一个大小 ok 假设这次我关小一点 ok 来我在这里画 一下 两下 这两个点有看到吗 再画多一个交叉 三下 在这里 四下 ok 看到吗 ok 然后 交叉点这里对住这个 这边就是45度 ok 看到吗 就是这样子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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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